当我还在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中午我和我的同学在上完体育课后 无所事事的在学校大门口等待着放学铃声响起的那一刻冲出校门 并且去购买自己最心爱的零食 由于学校规定 在中午放学之前学生是不可以擅自离开校园的 因此我们都只好规规矩矩的站在门口等待 谁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的身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前一秒还在校门口等待放学的我 突然不知怎的自己走出了校门 离开校园的我站在距离校门口约二十米远的地方 不知所措的望着校园内正处在担忧和愤怒之中的学生安全管理员 令我不解的是 我明明知道擅自离开校园是不对的 我也并没有明确的想要提前离开校园的意愿 但我就是这样迷迷糊糊的被带到了校园外 直至今日 夜已成年的我依旧无法对这个事件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在你的身上是否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呢 对于这类事件 你的理解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非常人类 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四个 看完需要服用速效救胆丸的恐怖灵异影片 现在请屏住你的呼吸 我们开始了 第四个 沙烏地阿拉伯林太险家哈赛 于2019年10月的某天深夜 独自来到了一片坐落于穷乡僻壤之中的废弃建筑内 这栋建筑由于常年无人居住 墙体已经发生了大面积脱落 建筑内的地面上堆满了各种废弃建材和石块 在哈赛使用手电环视周遭的情况时 一个看起来不太友好的物体出现在了画面中 你看到了吗 右侧铁门的后面呈现出了一个人脸形状的物体 通过慢速画面可以发现 这张人脸呈橙黄色 它的周围被一圈类似头发的物体围绕 但哈赛刚刚将它纳入的画面中 这张人脸便迅速地缩回了门后 哈赛勇敢地追了过去 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伴随着诡异的智智作响的铁门声 后颈处墙面上的镜子中 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半透明黑色影子 和刚刚的人脸不同的是 这个影子似乎在镜中飘来飘去的 他貌似正在寻找时机 吓到正在对面不安祷告的哈赛 几分钟后 为了让隐藏在暗中的镜显出原形 哈赛将手机镜头一转 他身后的景象瞬间一览无余 但这个举动果真会奏效吗 你看到了吗 当哈赛将镜头朝左转时 他身后的窗户后面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头状物体 很明显这个物体并不是背景处的窗户 或是什么别的东西 但不出所料 这个人头同样采用了闪避的姿态 来应对哈赛的手机镜头 或许为了让恶魔真正现身 哈赛需要的只是开启手机内 从未打开过的美颜相机 但事情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 叫什么人 Bismillah Bismillah 今天我們在生日裡 Bismillah 讓你講話 これは 空氣 但你覺得 在基石中 你先在阿姊 Bismillah 我愛你 这次当哈萨将镜头对准镜子 并将手电的光线射向身后时 残忍的Gene终于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哈萨身上的每根汗毛都瞬间立了进来 但当他将手机镜头一转 原本处在身后的恶魔却突然消失在了空气中 在探险即将接近尾声时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破裂的窗户下方形成的狭小缝隙之间 再次出现了一个疑似人脸的灰蒙蒙的形象 但这个形象究竟是后侧墙壁上的乌痕 还是探险途中出现多次的恶魔呢 你来决定 如果你曾经历过超自然事件 或者你觉得有哪些内容可以出现在我的节目中 欢迎将你的视频或链接附上描述 发送至以下邮箱 我们继续吧 第三个 Cementario de Guadalupe 是一座位于哥斯达利加 San Jose地区的著名墓地 本期墨西哥连维探险频道 Gaballero Para Normal的频道主 只身一人与凌晨时分来到了这里 和往常一样 本期探险同样采用直播的形式 时时向观众传达探险画面 夜晚的墓地内 除了一些可闻的狗肺声外 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 这让整个探险的气氛 变得更加诡异和凝重了 在频道主在墓地内 四处巡视的过程中 他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声音 你听到了吗 远处墓地内的某个角落 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声 由于这个声音十分微弱 因此很难确定 他的源头究竟在哪儿 片刻后 墓地内再次传来了 令人发毛的声音 发出这个声音的 究竟是人还是鬼呢 几秒钟后 答案不言自明了 vamos aqui aqui en este sitio en este punto ¿como que es eso? 我感觉 我感觉很大 你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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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吗 在静谧的儿童墓地内 一个疑似小孩子的黑影出现在了画面中 这个黑影仿佛被频道主的声音惊醒 他先是懒散地看了频道主一眼 随后便悄然离去了 那么这个神秘的黑影 是否会是被埋葬在这片墓地内的小孩子的灵体呢 片刻后 频道主来到了墓地祈祷室的附近 在这里他并没有开启手电 但恐怖的黑暗中 却出现了一个令人疾悲发凉的景象 黑暗中 背景处出现了一个成年人的影子 乍看上去 这个影子似乎来自于频道主 但诡异的是 他的移动轨迹就和频道主的行动方向不相一致 而在这个成年男性身影的旁边 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疑似小男孩的形象 最终他们一同朝左侧离开了画面 那么你觉得频道主探险途中遭遇的神秘黑影 以及接连出现的身影声究竟来自于某人的幕后导鬼 还是却是灵体所为呢 你来判断 第二个 大约一个月前 墨西克著名领域探险频道Alberto del Argo的频道主 协同整个探险团队 一同来到了一座剧传有灵体活动的旧式住宅内 多年来 这座住宅内的灵营活动 一直是令其居住者Carlos Balaves最为头痛的地方 现在我们已经看了一些影响 我的父母在住宅里 他们有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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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藏起来 你觉得有狼狼 你觉得有狼狼 我们看到了一位女儿和一位女儿 他们有狼狼狼 也有狼狼狼狼 有狼狼狼狼 太险团队很快开启了调查 在频道主一边游走在这座宅底内的各个角落 一边回忆这里曾发生的灵异事件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正在频道主同团队成员交流的过程中 不知什么东西突然从高处坠落了下来 原来这只不过是一个红色战士儿童玩具 而在频道主拿起这只玩具并将其对准镜头时 令人难以解释的景象再次出现了 被悬挂在山栏上的糖果罐 突然自己轻微的移动了一下 频道主怀疑是否有猫狗之类的宠物 被塞进了糖果罐内 因而引发了糖果罐的移动呢 但仔细检查之后 他们却并没有找到任何引发其移动的合理理由 在探险的后半段 整个团队来到了这座宅底的屋顶 而在他们侦察屋顶内的灵异活动时 这个景象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假设皮球的异动是由来自于屋顶的威风引发的 那么该如何解释这支皮球前后左右多个方向的运动轨迹呢 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 任一个诡异的意象便再次出现在了画面中 你看到了吗 后颈处窗后的底部 有一个黑影出现在了画面中 这个黑影迅速地移动到了窗户右侧 并消失在了画面中 但难道这个黑影真的是什么小动物吗 你怎么认为 请留下你的观点 第一个 这支视频由日本灵异频道Forthwall上传于两个月前 频道主声称 这段视频影像来自于一位日本灵异探险家 这位探险家曾于不久前来到了一座 位于日本福岛的名为Bandayama的山区探险 有传闻说 曾有多位旅客在这片山区内拍摄到灵异照片 为了一探究竟 这位日本探险家之身于夜间来到了这片山区内 在刑具于山区中的过程中 他曾用相机拍摄下了大量现场画面 在拍摄的过程中 他并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 直到他返回家中并打开相机 他看到了这些可疑的景象 在这片山区内拍摄了大量现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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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可谐的摄像井区きた 1 01你是哪ha山区内拍摄了两千皮 好长营 大量现场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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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那么在看完这期画面后 你是否认为Bendayama的灵异传闻都是真实的呢 答案就在你的手中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恐怖、灵异、超自然以及神秘视频 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 因为我是非常人类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